好了,新北市淡水出公寓,在傍晚发生了火警 有民众送送在屋内,目前命违还在抢救当中 可以看到大批消防队员是赶到现场,拉起水线要扑灭火势 但是浓烟却不断地从公寓的窗户内窜出 原来是公寓里面发生了火灾 因为刚好是傍晚下班的时段 有不少人车经过,也引来了附近居民围观 那么事发在傍晚5点多将近6点 新北市淡水中山路的一处公寓 其火点疑似是在2楼 消防队员在短短15分钟内就把火势控制住 不过呢,却在这个客厅里面 找到一名受困的78岁汪姓老妇人 倒窝在客厅的杂物堆下方,紧急把人救出 发现她呢,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目前是送往医院还在抢救当中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,恐怕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以上是想要最近情形